在两栖部队的主要装备上,我们还是能看到了当年苏俄海军留下的影子,特别是根据PT-76两栖坦克的基础上, 研制的63世系列水路坦克,其不但大量援助了越南参加了越战,还是出口到其他国家,都时至今运还在保留服役,特别是如缅甸,坦桑尼亚,甚至购买后来的63A两栖坦克,当然中国两栖装备没有单独依靠63两栖坦克,依托这款良好的平台。 自己研制了一块77式两栖装甲运兵车,而63式水路坦克在2000年后,也改进成为63A水路坦克,陆军第73集团军鉴于演习画面63A坦克。 2000年之后,中国海军推出了05社氧气突击车系列,代号为ZBD05,其拥有步兵战斗车以及突击炮等多个型号,突击炮代号为ZBD05。 05是车头挡板,与车尾横向挡水板等设计,都与美国EFV相机,从台水形逐渐转向为滑水形。 其材流发动机以及整体设计上远超世界各国,甚至不落后美军当初设计的EFV两栖突击车,虽然在速度上无法与美军当时设想那款相比, 但是火力远远超过,之为主要的是中国已经大约拥有一千多辆,而美军全部停止了这个项目,因为没钱。 而05是氧气突击车,凭借着搭配容易生产的结构,很快成为第三世界国家购买的对象。 坦桑尼亚的63A坦克,比如委内瑞拉,其在4月20号的阅兵当中, 委内瑞拉海之陆战队还展示了从中国购买的0527突击车的出口版VN17, 从中国海军进阶段的大演习中,特别是多兵种,立体式登陆作战演习。 我们发现,演习部队使用的ZBD05步兵战车与05式突击炮,实施立体式登陆突击上路演练, 以往的63A两栖坦克在模式上有所不同,过去不论是两栖机不失,还是海军陆战队。 使用的63坦克,开始从2007年开始换装新式的突击炮车,步兵战斗车, 指挥车,抢救车,救护车,通信车,破炸炮雷车,以及两栖执行火炮, 并且当前解放军主要两栖作战武器是63A两栖坦克, 零四式部战ZBD05,DDD05与零七式两栖自行火炮,包括一些衍生型号。 老63坦克,最近的中国海军大演习,特别是南部地区进行的海军陆战队,陆军两栖部队, 海军直升机等兵种进行的立体登陆演习中,开始利用气垫船登陆艇, 作为两栖作战首批敞坦武器,而中国购买的野牛级两栖登陆气垫船, 从2015年正式参与演习后,屡次曝光, 其一次可以携带一辆99A96主战坦克直接在坎头登陆, 并且可以快速运送兵力时时快速打击。 从2015年后,随着气垫船,通用直升机,开始大量加入服役, 中国两栖登陆开始进入立体时代, 使用平面、垂直、超越登陆的方式,对敌坦头快速突击, 与过去传统的抢坦登陆不同, 立体登陆主要依托大型两栖船物登陆舰, 直升机、气垫船甚至散架等装备进行联合作战, 与过去的抢坦登陆相比,立体登陆时间缩短了, 解放军在坎头暗防火力下的滞留时候也少了, 同时可以对纵身目标直接推进。 05两栖战车,05两栖战车, 同时解放军增加了两栖部队人数, 特别是东部地区, 假象可以在四小时内登陆中国一个省区, 并且利用强大的火力和机动能力进行纵身推进, 而在编制上,中国空军更是配合的主力, 特别是在增加运20运输机数量后, 利用受众运20、运9、1276等运输机, 实施跨区域的散枪作战。